法廣在12日報導指 習近平在11日的一個科學家座談會上稱 中國經濟面臨很多問題 包括農業、工業、能源資源 醫藥、醫療等領域的技術 均相對落後等問題 他並承認中國很多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 報導指 這樣或是與美國製裁華為等中資科技企業有關 而且日前又有傳聞指 中芯國際亦有可能被美國列入企業清單 而面臨被制裁的風險 美國政府已將275個中國公司列入企業清單 其中包括中興和華為 並且美國政府近期對華為的出口禁令連升級 9月15日 美國即將對華為全面實施芯片斷供 根據《自由時報》獨家報導說 華為旗下海斯日前包專機 趕在出貨期限前 從台灣搶購將斷供的芯片 與此同時 路透社4日引述美國國防部表示 華府可能會將中芯國際列入企業清單 中芯國際主要是為華為旗輪710A處理器代工 之前亦被視為華為的救命稻草 法廣分析指 習近平這番表態 表示他承認國際形勢對中共不利 若美國將中芯國際列入企業清單 或禁止美國供應商向其出口設備和技術 等同於合住了中共科技業的名門 評估我們